被指控从雪兰俄州政府挪用1500万令吉 首相拿督斯李安华要求国盟主席慕尤丁三日内撤回相关言论并公开道歉 当今大马引述安华至慕尤丁的律师信内容指出 慕尤丁必须在三天内撤回诽谤安华的抖音视频 同时书面承诺不再提出相关指控 信中指出 根据影片内容 慕尤丁在一次演讲中做出虚假及恶意指控 而慕尤丁的言论已严重损害了安华的名誉 理应做出赔偿 据报道 安华的代表律师珊卡拉奈尔也证实 他们已将律师函交给慕尤丁 在安华的律师信中也指出 若慕尤丁无法在期限内兑现要求 安华将指示律师入禀法庭进行诉讼 新任副部长的名单将在近期出炉 行动党这次是否又再次被亏待 引起关注 根据消息来源透露 已有至少35人被推荐出任副部长 而至少有三名来自槟城的国会议员也被列入副部长名单上 据了解 被推荐出任副部长的 西蒙行动党人选包括张念群 刘振东 沈志强 张建仁 陈洪坚 雪弗拉 甘纳巴迪劳及谢瑞瞻 公正党的人选由沈志弦 莫哈莫科迪亚 罗芝亚 哈山卡林 阿当阿里 黄泉 扎西哈山及梁字监 国阵则是阿莫马斯兰 莫哈莫阿拉敏 莫哈莫沙哈 阿都拉曼莫哈莫及黄日升 据马来报章每日新闻报道 由于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要求缩减内阁 每个部门只限于一名副部长 除了被合并的部门 消息人士指出 由于安华兼任首相兼财政部长 副首相拿督斯里·法迪拉也兼任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这两个部也可能出现两个副部长 此外 在本届大选中赢得三个国会议席的明星党 也受推荐出任两名副部长人选 他们是拿督·莫哈莫·尤索夫及伊娜丽莎 据悉 首相周三七日在脸书透露 副部长人选将于近期敲定 来自《中国报》的独家报道透露 安华预计将于明天下午四时 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兜拉陛下 在国家王宫提成副部长名单 而安华稍后也会召开记者会 公布副部长名单 新任副部长则预计于隔日 即本周六十日下午三时 在国家王宫进行宣誓就任仪式 经济部长拉菲兹指出 在新上任的首个星期 首要是先深入了解部门所有官员 因为这是其团队 也是改善国家经济的核心 拉菲兹今日在推特上 列出上任经济部长第一周的工作安排 当中包括认识经济部的高级官员 因为他们都是他的团队 及改善经济的核心 他的第二项任务是 深入了解现在的经济地位 及相关预测 此外 他也将对部门未来六个月的计划 进行铺牌 他说 最后将快速安排 将带来重大影响的计划 吉达州西蒙主席马夫兹认为 国盟在巴东色海补选中 获胜 这是因为来自半岛的大部分 马来选民转向国盟的浪潮 还没有消退 而不是因为人民在第十五届大选后 拒绝西蒙与国阵组成的联合政府 如果西蒙和国阵的合作被拒绝 我们就不会赢得刁曼岛州一席 但我们在那里赢了 因此 他表示 巴东色海的选举结果 与西蒙与国阵的合作无关 毕竟我们国阵在刁曼岛州一席获胜 这也显示了我们合作并没有在选举中给出任何指标 根据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马夫兹也说 由于在野党的种族和宗教竞选运动 西蒙在巴东色海败选 无论如何 为了克服这一点 我们也会研究本身的弱点 并为面对几打州选举做好准备 前亚洲漫画文化馆馆馆长邱光耀的政治漫画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 终于解禁 联邦法院周四驳回内政部的上诉 并允许邱向政府申请赔偿 绰号超人的邱光耀 今日八日在脸书分享最新消息 称他在今早终于获得胜诉 他指出 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漫画层被西蒙时代的内政部长 穆尤丁列为禁书 目的就是要诽谤他和火箭队传播共产主义 撕裂岌岌可危的西蒙政府 而他成为了戴罪羔羊 我为有用司法复合挑战禁书令 自己出钱 自己请律师 我没有和社会要钱 行动党也没有帮忙 一切都是用家里的余粮 他指 1119前的国盟政府内政部部服 他上诉到联邦法院 今早开庭 内政部连申请上诉的准令都被驳回 我终于走完了司法程序 我赢了 政治漫画获得解禁虽然是件好事 但另一名漫画家的命运则不是那么的好了 政治漫画家法米惹扎音上个月在槟城举行民主学堂政治讲座 有份参与的四名人士遭到警察盘问调查 捍卫自由律师团总监 在以玛丽抨击新政府允许警方调查漫画家兼摄运分子法米惹扎的民主课堂 并提醒首相拿督私立安华曾承诺赋予言论自由 这个承诺必须遵守 否则就是公然违背对选民的承诺 我们敦促新政府和安华维护公民自由 并向执法机构下达必要的指示 该组织也促请全国总警长 立即停止调查法米惹扎的民主课堂 他今日8日发表声明说 槟城理科大学四名上月参与法米惹扎民主课的学生 周三遭警方传招问话 他说 根据了解 四人当中只有三人有出席法米惹扎的活动 而另外一人只是回复法米惹扎的推文 政治活跃及打造 民主意识不是犯罪 这是在联邦宪法第12 A级12 A条文下 所赋予的言论及集会自有权利 我们尤其对发声在 有改革主义领袖拿督私立安华及西盟政治联盟政府下 发声而失望 过去这些年的承诺在哪里 他说 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 取决于任何形式的思想自由市场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实体 都必须不受警察的对付